日本政府官员17日披露,防卫省决定首次研发国产远程巡航导弹。 日美外交界人士同一天证实,日美政府将联合研发,用于证斯顿舰的新型雷达。 曾世成,以强化日本西南诸岛防卫为理由,日本政府重视部署远程巡航导弹。 防卫省已经确定从海外购买JASM、LRASM等型号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为900公里。 共同设议多名政府官员为消息员报道,政府打算为远程巡航导弹增加国货,改良现有日本产空对舰导弹,将射程增加至400公里以上。 这是日本首次自行研发远程巡航导弹。 熟悉日本导弹防御事务的人士,告诉共同设计者。 改良对象为XASM-3型超音速反舰导弹。 具有速度快、拦截难等优点。 但射程相对较短。 仅为大约200公里。 日本去年年底通过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明确将增强从敌方射程范围以外发动反击的能力。 反对意见指认部署远程巡航导弹,可能让日本掌握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 违反宪法规定的专守防卫政策。 首相安倍晋三说,发展远程巡航导弹符合宪法。 防低空、多名日美外交接人士告诉共同设计者。 两国政府打算联合研发一种新型雷达。 搭载在装有宙斯顿导弹防御系统的美国海军军舰上。 以提高它对极超音速导弹等新型武器的探测能力,强化美国导弹防御体系。 共同社报道,宙斯顿舰擅长远程监视,但应对近距离攻击能力弱。 美国海军宙斯顿舰预备搭载两种雷达。 一种是ANSPY6型弹道导弹探测雷达,用于监视高空。 预期2020年启用,另一种雷达由日美联合研发,将用于低空监视,以保护宙斯顿舰自身安全。 美国海军现在主要使用ANSPQ-9B型雷达监视低空。 这种舰载雷达,以旋转方式探测目标,因而可能产生死角。 延误目标探测。 共同社报道,新型雷达将做四个方向探测。 实现长时间,全方面监视。 美国海军早些时候,与制造商签订合同。 购买五套ANSPQ-9B雷达。 美国媒体披露。 合同金额为2150万美元。 预期新型雷达售价可能更高。 日美联合研发改良型拦截导弹,FM-3Blog-2A的项目定于3月完成。 随后投入生产。 共同社报道。 新型雷达研发,将成为日美防卫领域合作的下一个支柱。 在共同社记者看来,尽管日本政府将日美联合开发新型雷达定性为防御,但外界可能是之为充当大国之间军备竞赛的帮凶。 日本政府有必要就联合开发作充分说明。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当地时间1月21日凌晨。 以色列空军对叙利亚境内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 以色列军方将此轮空袭定义为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朗军事力量的打击行动。 这是2018年10月,叙利亚部署新型F-300防空系统之后。 以色列第一次大规模,在叙利亚境内展开空袭行动。 从2016年以来,以色列先后在叙利亚境内实施了200多次空袭行动。 但相较于以往,此次空袭有独特之处。 一方面以色列空军,并未如以往那样深入叙利亚领空,在靠近打击目标上空后展开空袭。 而是在黎巴嫩上空发射远程导弹打击目标。 另一方面,叙利亚防空部队成功拦截了数十枚来袭导弹,显示出叙利亚捍卫领空的决心和能力。 以色列此次空袭之所以引人关注。 除空袭有可能进一步引发以色列、叙利亚政府和伊朗之间的摩擦,甚至军事冲突外。 更涉及到以色列和俄罗斯之间的微妙关系。 尽管以色列与美国保持着不破盟友关系,但与俄罗斯也保持着紧密联系。 以色列国内,有着近200万俄罗斯裔犹太人,占以色列850万总人口的三成多。 这些俄裔犹太人,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来到以色列生活和定居的。 是俄罗斯和以色列关系的重要纽带。 以色列前任国防部长利伯曼等政要军是俄裔犹太人。 俄语也是以色列除西伯来语和英语外的重要日常用语。 另外,以色列和俄罗斯,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有着紧密的共同利益。 以色列需要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和巴以问题上,表达支持以色列的主张。 而俄罗斯则需要以色列作为维系与美国关系的重要通道。 同时也希望通过以色列获取犹太资本,对俄罗斯国内发展进行投资和支持。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以色列仍然保持着与俄罗斯的紧密联系。 并未跟随美国对俄罗斯予以谴责和批评。 以色列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有着紧密的合作与沟通。 2015年至2018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举行了十余次会谈,并且多次互通电话。 俄罗斯于2015年9月底,直接出兵介入叙利亚战事。 俄空军在叙利亚境内执行军事任务,事实上获得了叙利亚空域主导权。 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执行空袭行动,并没有与俄空军擦枪走火。 俄空军在叙利亚南部执行军事任务,尽管有时会逼近以色列领空,但也并未受到以色列防空部队的干扰。 2018年9月,以色列空军在叙利亚境内执行任务时,导致叙利亚空域的一架俄军电子侦察机,被叙利亚防空火力击落。 此事引发俄乙关系持续紧张,俄罗斯曾一度威胁要切断与以色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军事合作,并力主向叙利亚部署S-300防空系统,以增强叙利亚军队的防空能力。 此次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境内军事目标,而俄罗斯在叙利亚空军力量,并未针对以色列空袭行动展开报复,显示出在经历2018年9月的冲突风波后,俄罗斯和以色列,在对待叙利亚问题上,出现微妙变化。 值得指出的是,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S-300防空系统,使以色列不得不改变空袭战术。 其空袭成功率,也受到防空系统的拦截而大大降低,显示出S-300对以色列空军的巨大威慑作用。 有分析称,此次空袭使以色列明白,其空军已无法像过去一样肆无忌惮地进入叙利亚领空,发动军事打击。 以色列需根据新的叙利亚战况和形式,调整自己的主张和立场。 环球时报报道记者马俊邓孝辞,中国航天发射的主要企业,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9日发布,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18,简称蓝皮书,称该集团今年将完成30余次航天发射。 其中包括诸多备受国内外关注的重大项目。 2018年,中国创造了39次航天发射任务的历史新记录,首次超过美国,成功登顶全球航天发射排行榜。 航天科技集团宇航部部长盛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9年,航天科技集团将继续开启30家模式,计划全年实施30余次航天发射。 共发射50余颗航天器。 重点包括长征5号火箭,长额5号探测器,北斗卫星,高分期号卫星等任务。 还有长征11号海上发射,杰龙1号首飞,长征火箭历史300次发射,红彦星做工程等。 蓝皮书披露了中国新一代航天运输系统的最新进展。 我们这里看到我们的故事团的节目上告知, 我们只能数学习击卫星带到另一边。 您可以在展开我之前的第一集讯。 习近平静痛烧器的第一集讯。 感谢观看